高麗菜盛產 價格崩盤 甚至中盤商都不肯收購 造成滯銷 因此台中悟風就有菜農 開放菜園工民眾自採高麗菜 隨喜付錢 另外還有醫院做愛心 像台南菜農收購了 1萬顆的有機高麗菜 分成10天 每一天限量1000顆免費發送 高麗菜一箱一箱 堆得像做掃杉 全部夾起來總共1000顆 工作人員忙著拆箱裝袋 要免費發送給民眾 高麗菜來免費拿 最近正值高麗菜盛產期 但是價格崩跌 為了不讓菜農心血變肥料 台中聯姓醫院自費 向台南的菜農收購 1萬顆的有機高麗菜 從13號到26號共計10天 每天限量1000顆 送暖夜送愛心 什麼都找 免費的當然好 大家可以互相的幫忙 是一件很有愛心的事情 特別的是 證明台南的高麗菜農 10年前和醫院 曾有一段難以割捨的緣分 狭心症心臟病 來這邊住家戶病房 後來就就活起來了 有緣一線牽 另外在雾峰這一大片 綠油油的高麗菜田 同樣面臨價格崩盤滯銷 蔡農也不想浪費 乾脆開放給大家自菜 自由付錢 高麗菜價低到不符成本 菜農無奈民眾樂 人手高麗菜裝了好幾代 拿回家做泡菜或曬成高麗菜乾 也幫菜農多少 迷不順失 這張世界王室訓台中 藏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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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